大家好,中国人这会儿最关心的话题 就是手上有多少钱,过日子,家里准备什么连货 过年,手上有多少钱过年 没钱的话真是一地鸡毛 想死的心都有 这种矿位本人是亲身的体验过好多次 穷的时候真是分钱难倒,英雄汉,没钱过什么年呢 找个地方躲起来算了,对吧 说多了都是累 今儿个跟大家讲银行系统 而且是发生在上海,成都,云南,昆明这种地方 真是说出来都没人信,我都不信 别说你们了,是不是 说这个银行系统,上海有个银行叫普发银行 每年到这个时候,单位都发年终奖 你看年终奖这个东西是很有意思的 发年终奖的目的是干嘛呢 过年,过年要大肉大鱼,吃吃喝喝 一脸到头都不容易,人呢,真是仔细想想这辈子就是为了个活下去而已 你还能有什么呀 你如果没有信仰,你觉得人生毫无意义 所以有的时候我看到有些个二百五在那时候,人生谋的意义,毫无意义 我其实如果不卷入我的信仰思考的话,我觉得是有点道理的 你在这个世界上忙忙碌碌 你就挂了 你说这个人生有什么意义呢 我爸死了以后 几年了,我跟我妈说起,我爸,我妈说,哎呀,这个人死了真没意思啊 一点点消息都没有 也不过来看我们一眼 也不给我们送一个问候 我妈一瞬间变得像一诗人,知道吗 说真的是人死如尊面,一点消息都没有 他梦都没梦见他 他说都不到我的梦里来看我一下 哎呦呦,说的我还挺伤感 然后就说人生没意思 真的,你这个人也是一年到头啊 你忙来忙去的朝九晚五的啊 如果你年终奖都没有的话 你真的会觉得人生没有意义 说这个上海的普发银行所有的封行 这个都没有发年终奖 但是呢,银行的最高层的领导呢 非常的温暖,是不是 说今年没有两个年终奖 但是我们呢,考虑的这个情况 说给大家呢,就发写一封家书 哎,这个词很好啊 说普发银行所有的封行年终奖呢 就化为一封家书 据悉啊,该行采取基本工资件年终奖的模式 普通员工一年的收入基本靠年终奖 几十万的从业者一年到头白忙活了 判来判去,判来一封家书 是吧,背后是几十万个家庭呢 发工资奖金的钱去哪呢 您这样的行情你还得未来抱有一丝希望吗 你说啥我都信 但是你能对我好点吗 是不是,一封家书 哎呦我去,真是有文化 然后有人就提出一个问题 你的年终奖是多少啊 问他,回答一封家书 有点意思啊 直接就给这个家里,给家庭呢 写了一封家书 哎呦我错 这个时候很多人就马上就想学一个 一句诗嘛,是吧 家书底万金 是吧 然后很多人就骂 说这个普发银行的总行啊 这管理层呢,简直没文化 什么叫一封家书 家书是什么意思 家书是人在外地 家里的父母经 担心你一念到头 是不是,是不是没日子过 是不是还活着 有没有想我们 我们在家里的人一想你们了 通常都是老父老母 给人在外地征战的 儿子写的一封问候信 七玩八拐的 辗转万年 然后就写给这个什么啊 写的家书 所以家书是家人和家人之间的年底的问候 对不对 你一个普发银行的一个领导 你又不是人家的家人 你凭什么写家书了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价值观的一个 一个狗血啊 他就认为我们的公司 我们的普发银行 我们的管理层 我们都是家人 这是最邪恶的概念 是共产主义的概念 你这普发银行 你是一个公司 你跟我家不家的有什么关系呢 公司就公司 家庭是家庭 完全两码事情好不好 人类的第一个单元就是家庭 家庭之间的成员是两个人 是丈夫和妻子 后来呢 家庭的 说三代 那肯定父母就是家庭的核心成员 其实家庭就两个人 就是丈夫和妻子 这是构成人类时候的家庭的源出意义 很多中国人在这方面的价值观都是老子一人 是一炮屎 从来不思考的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很多需要 我这里给大家管理心理鸡汤的空间和意义之所在 再说一遍 家庭这个东西跟你公司某关系都没有 公司就是个工作的地方 是吧 跟你家庭没关系 你公司的领导是没有权利 给这个什么公司的员工 以家序的名义写信 你算哪根葱啊 是不是 第二就是什么 家庭 真正的家庭是夫妻之间两个人构成的一种婚姻关系所形成的家庭 后来呢 就是女孩 自己的孩子 夫妻两口子的孩子 18岁之前都属于家庭成员 是吧 所以到了这个父母这一层就不再是家庭了 是吧 18岁以后 这个父母就不是你的家庭成员了 那叫家族 是不是 叫做什么 传承叫做文化 不叫家庭 行不行啊 中国人搞不清楚的啊 中国人一说家庭的话 父母是排第一位的 是不是 叫做生我者 我生者 这是家庭 唯一都就没把自己的老婆 孩子 老婆老公就放在里面 这不是扯淡吗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价值观引起的社会的愚蠢和价值观引起的这个什么生活的悲剧 很多中国人一辈子从来不把自己老婆当回事 老婆跟你生儿育女跟你都白头捣老了 你还把他当外人 那反过来女人也是一样的 老公跟你在外边流血流汗养家糊口 你还把他当外人 他就是你赚钱的一工具 是吧 特别的臭不要脸 特别的没有文化 真的 价值观特别的有问题 这是说远了啊 咱继续说这个上海普发银行的事情 说这个家庭底腕金这个词啊 是很有名的一首诗 是不是 我们都能背 尤其是里面有两句话 我动不动 我就张可就来 是不是 叫做 叫做什么 赶食花见泪 恨别了金星 你看这个词 我最喜欢的 因为我是一丝人 是不是 我很敏感 真的 我动不动就用云风落泪 我动不动在别人的故事里面流自己的眼泪 但人有 就是有的人 他很迟钝 麻木 或者是你可以说他酷 是不是 也可以 咱不要去干涉别人内心世界 因为别人内心世界 到底是不是伤感 你不知道 但是我这种人就是什么 很肤浅的 我动不动就用眼泪 一瓜子掉下来了 我年轻的时候 特别讨厌我这种性格 我后来慢慢慢慢就去 年纪大了 见的事多了 我就不再那么容易掉眼泪的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种状态 赶食花见泪 恨别了金星 那是一种心灵的颤抖 是不是 那是一个人的灵魂的丰富的细节 被这么一首诗写的挺好的 这个是很有名 但是这个作者并不是特别名气大 是不是 叫什么 来着 叫陈风险 是不是 这个 不是陈风险 说错了 不是陈风险 我都看错了 你脑化眼 这是书法 这是豆腐的事 豆腐的事 这个叫春旺 人家是描述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叫什么来着 一个混乱的战争的年代 首先第一句是国婆山何在 是陈春草木生 是吧 赶食花见泪 恨别了金星 烽火 烽火年三月 家属抵万金 所以你觉得很有意思 你说它是一个什么 烽火年天的时代 是一个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战争年代 你现在土工中国 在习主席的政权领导下 这并不是个烽火 这个时代 并不是个战争年代 也并不是个国婆山何在的年代 是不是 你为什么要给人写家书呢 你是祖宗习包子早点死吗 你是祖宗习包子被战火 一下定点清除吗 你这不是造反吗 是不是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个时候写家书呢 是不是 反正就挺有意思的 当然这话扯的扯去 就扯成一个文化事件的 不再是一个生活的细节的事情 但是你就想想 土发银行这么高大上的单位 年终奖都不发 就给你发一封家书 我就给你安慰你 中国有句老话 就是不怕流氓不可怕 就帮流氓有文化 其实他又没文化 又耍流氓 这不就是习近平的特点吗 这不就是习近平共产党的特点吗 共产党是因为土狗吗 是不是 是因为流氓地痞 打架自己设起家的吗 这一点文化都没有 中国的历史就是文化人被土狗流氓 打的是无家可贵的这么一部历史 你说是不是 蒋介石是一文化人 贵族 毛泽东是个土狗流氓 然后那以后蒋介石就被赶到台湾去了 土工在中国就成家立业了 就特别特别的让人恶心 你说这个普发银行的事是不是 他说无故都有我啊 现在这个昆明这边 在目前也不知道要传谣啊 目前这边至少有三四家银行 都是本地的银行发不出奖金 过年没钱花 真的 一个是昆明的这个商业银行 一个是成都的商业银行 这个普发银行也是啊 普发银行过去是叫做上海城市信用社 后来改职的啊 改成普发银行 好几个是个城市商业银行 有上海银行 普发银行 都是过去的那些个所谓的信用社改过来的啊 然后搞了一个股份值 所以他们应该是 洗包子没有直接给他保款的还是怎么的 没钱发奖金 所以土工中国的人的日子都不好过的 一不好过的话 他又要维稳 他又要耍流氓 他又没有文化 就搞得让人哭笑不得 你想骂人 你都觉得骂不出口 这帮孙子他也没有文化了 谢谢